那我们今天 念佛念了多少年 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 我摇头没有把握 老和尚 七八十岁了 念了一身的佛 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 老和尚很好 讲老实话没有把握 什么原因 前几年 深圳 黄中昌去死 三十才出头 闭关 就是念无量寿解 念阿弥陀佛 他希望在三年当中 能够看到小谷 如云一场 两年十个月 欲知实至 往生了 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看 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本来是事实的 听过讲解 讲的念佛往生 净土神仙路 往生传里头 几乎一半 都是三年往生 所以很多人怀疑 曾经有法师 拿这个来问过我 是不是他们三年寿命都到了 我想这个不合逻辑 哪有那么多人 就真就三年寿命就到了 我说这个话讲不通 应该是什么呢 他念佛的功夫成就了 他还有寿命 他不要了 就像宋朝的迎货法师 他念佛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寿命还有十年 好好休息 十年之后 你命中受 我来接你 颜柯说 不要了 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阿弥陀佛就答应了 就说好 三天之后我来接你 他三天之后正走 没有生病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三天 不当时带他走呢 一定有用意 什么用意 叫他做保养样给大家看了 让大家看了身信心 他如果当时带走了 他怎么说 你看 我这些好好的人 怎么就死在房间里头 他立即出来 说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答应了 我三天之后我生 整个寺庙都知道 都轰动了 好 因为这个人 这个法师是破戒的法师 不熟清规 都干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这么一个破戒的这个人 才念佛念了几天呢 念了三天 念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没睡觉 没吃饭 拼命念 为什么 他自己晓得 他干的这些坏事 肯定都阿弥陀佛 怕了 怕都阿弥陀佛 就拼命念佛 求阿弥陀佛 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因为他那真心 不是忘心 阿弥陀佛答应了三天 告诉大家 把大家看 好 看的是真的是假的 三天好像不太长 到第三天 他要求大家 念佛送他往上 就在大殿上 念了一刻多钟 他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别人看不见 他说我走了 这就站着走了 真走了 这个故事 记载 净土圣仙路 这是破戒的 我忍 念佛三天往上 只要你真正忏悔 后不再做 真心的 我不再干坏事 当时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寿命还有十年 好好休息 他跟阿弥陀佛说 我的习气很重 十年 我又不知道干多少坏事 我自己保持不住 我现在就走 阿弥陀佛同意他 就把他带走 这不是假话 所以我们念佛要真干 这是真死 这是大死 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死 不值得放在心上 怎么念佛呢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钟风禅词说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除了自己工作 工作时间并不很多 工作完了之后 佛号马上就提起来 就是阿弥陀佛 什么样拉杂事情 选妄想 要求 我每天念佛的时间 要超过妄想的时间 不念佛就打妄想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想想看 你念了几生佛号 你有几多的妄想 妄想超过佛号 你你往上没把握 佛号超过妄想 你你往上又把握 我去标了 我去上掌 了 我去下辉了 你空里了 我的天真疙 感谢观看